随着MOVING艺能 墨新第六感等剧薄比 十月开播韩剧也强势来袭 包括朴恩斌 秀志及车银优都有新剧要上当 而诸多网友心目中 力压男公民安恩真恋人2 朴恩斌录云新剧的 我的女神室友Dona 也即将与大家见面 但没想到的是 很多爱情剧微波鲜火 室友Dona却在悬发阶段翻了车 由秀志梁世宗主演的Netflix漫改剧 我的女神室友Dona 即将在本周五10月20日播出 剧组10月18日举行制作发布会 秀志这次剧中重返偶像舞台 挑战了抽烟演技 我的女神室友Dona改编自 韩国同名人气网络漫画 李Dona爱上姐姐的理由 有爱的破详 罗曼史是别册附录的李征孝导演指导 剧情讲述退出演艺圈的偶像李Dona 重回校园 与大一新生学弟李元俊 同住在一间Sharehouse所发生的故事 秀志饰演的李逗娜 原本是Dream Sweet女团主唱 但在活动期间突然隐退 转复读大学电影系 是个个性感妇媚 充满神秘感的人 梁世宗饰演的李元俊 是和李逗娜同间学校 奈米工程系的大一新生 内心剧场非常多 在遇见喜欢的人 会出现手足无措的样子 她虽然有单恋的人 但和李逗娜相处后逐渐爱上她 在开播前 《我的女神》是有斗娜剧组 举行制作发布会 主演秀志 梁世宗都身穿黑色系洋装 与西装出场 轻侣装传达颇有CP感 不过之前在军队期间 大发服的梁世宗 看起来还是没有受回来 比起入伍前 恋性依旧远润许多 在现场的状态 再次被网友质疑 皱磨了 甚至还被打去像蜜蜂狗 梁世宗也在悬发时透露 自己为了角色去做了雷射除毛 今天看起来有些发福的她 也承认现在比台戏是胖了三公斤 这次梁世宗 为了诠释 20岁出头的青色大学生李源俊 连角色的外形也费了不少心思 她透露 我接受了胡子雷射除毛 特别疼 还做了很多半身愈合面膜 随后她也开玩笑表示 我现在比台电视剧是胖了三公斤 绝对不是现在这个模样 出现在电视剧里 大家不要担心 自我打去的发言也让现场笑声一片 其实不知道观众有没有印象 入伍之前的梁世宗出道短短两年 就成为了韩国炙手可热的新人 梁世宗2016年底 在韩剧浪漫医生金师傅中 饰演走出迷失自我 找到作为一生意义的年轻外科医生独人范 才以演员身份出道 梁世宗将剧中的人物表现得很有立体感 优秀的演技让人无法相信她是一个刚出道的演员 2017年与李英爱宋承宪主演古装剧《时任堂光》的日记 分别饰演男主李谦少年时期 和重视公益人权的新一代人文学者韩尚贤 在该剧中梁世宗凭借古典多情的形象 俘获了众多女性观众的芳心 艺人是双角已是考验演技 童年在科幻选一剧Duel中 梁世宗一人分饰三角 分别扮演了善良争议的嫌疑人李成俊 变态杀人魔李成勋 以及沉稳冷静的医生李荣谢 三个性格大相敬庭的人物 在梁世宗的演员下 角色特征鲜明 人物性格饱满 对他来说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挑战 大概是梁世宗的精彩表现 获得观众和专业人员的认可 同年9月 他便获得了出演爱情剧 《爱情的温度男主》的机会 饰演追求完美 不喜欢被人摆布 胜负欲非常强的处世温正善 他独有的忧郁眼神和暖男外表 再加上出色的演技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并且与他搭档的是爱情剧女王徐玄震 描述从线上聊天开始 到现实中相遇的电视剧 作家李贤秀徐玄震是 与梦想成为法式主厨的温正善梁世宗是 两人的浪漫爱情故事 勇往直前的年夏男 以及现实的成熟女 寻找住最适合两人爱情的温度 以及完美时机 梁世宗所饰演的温正善 为何能够大受喜爱 其实是出色又自然的演技 沾了一大部分 在爱情的面前总是直径的温正善 除了角色本身非常有魅力之外 梁世宗成熟的演技更让角色加分 以一个第一次出演男一 本身尚未有代表作的新人来说 他的表现相当可圈可点 爱情的温度并非一部容易表现的作品 剧本语原著的何明熙作家 追求深层的情感 细腻的台词更是需要演员们充满感情 并循序渐进的内心演技来表达 少不留神可能就会让感情表现太过over 而得到负面评价 相对的如果表达的不够 又难以让大家感受到爱情的余韵 因此必须恰到好处 就连演戏经验丰富的徐玄震 也曾公开表示相当有难度 梁世宗在剧中的演出相当出色 温正善对于李贤秀一见钟情 积极靠近她的场面 梁世宗神情的眼神 令女性观众们心动不已 但当她面对着执着的母亲时 露出另一种心灵受伤的表情 令人心疼她心中的疲惫 而当温正善告白时 听见李贤秀的回答 比起爱情还是工作 第一 她脸上心碎 却故意装作不在意的样子 令人舍不得 低沉的音色与美丽的呼吸节奏 是梁世宗散发独特的浪漫爱情气息的终点之一 温正善在对待深爱的女子李贤秀 说话的音色也非常温柔 她对李贤秀说住 可以闻你吗 立冒求得对方的允许 而对于持红雅 则是说话像连珠炮一样快 差异非常之明显 自此之后 梁世宗被业界评价为怪物新人 艳技天才 之后与深惠善主演了电视剧 虽然三十但仍十七 2018年 梁世宗凭借出色的艳技 获得韩国百想艺术大赏电视类最佳新人男演员奖 作为刚刚出道短短两年的新人 梁世宗的表现和进步 让众多网友媒体评价 起为最具潜力的韩国青年男演员 然而在他还没包货师 就遇到了韩国男人绕不过的坎伏兵役 梁世宗入伍后的货师 好到放弃身材管理 网友超损留言 是锤士兵吗 当时媒体公开了演员梁世宗 公开了在训练所的照片 让不少人惊掉了下巴 照片中的梁世宗双手举着降壮 变圆润不少的脸颊 有黑的皮肤 变壮的体格 都跟此前上剧时期 研制巅峰的模样大相径庭 梁世宗于2020年5月入伍 一个月后在行兵结业仪式 接受优秀奖表扬的照片被公开 肉眼可见胖了不少 脸都圆了一圈 而在2021年11月退伍后 梁世宗签约新经济公司 Blossom娱乐并拍摄新的公视照 退伍后的他虽然有慢慢收了下来 但看花絮照的话 还是有点肉肉的 不过在4月公开的画报 拍摄花絮照中 梁世宗颜值又回归 加上新剧目前公开的剧照 与预告片段中 梁世宗帅气依旧 可能只是拍摄 宣传影片时状态比较不好 他自己的澄清 虽然没能彻底打消一律 但是还是期待剧中他的演技能和秀制擦出火花 此前的路透照似乎能印证他的说法 退伍一年才真正接演新剧 梁世宗应该也明白对于现在的他口碑的重要性 再次接演年夏男爱上女强人的剧本 不知道他能否再用演技来征服观众 他自己也是谈到出演力都那的原因时表示 读剧本时有一种很好的感觉 我的心在颤抖 我以为这部作品将是我最后一次扮演20岁出头的袁俊 梁世宗解释自己的角色时说 袁俊过着正常的生活 但当他遇到斗难时 他变得困惑并感受到各种情绪 虽然在发布会就因为造型导致太多人不看好 但只要作品过硬就有口碑暴涨反馈的可能 上一次这样的情况 还是宋慧桥黑暗荣荣耀播前 前夫宋仲基官宣恋情波及下 被群朝崩坏的颜值 希望这次黎兜娜也能带来惊喜